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 最主要的是 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 1950年10月4日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做出抗美援朝决定的当天 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 再次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苏共中央最终取得一致意见 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 即使是因此而放弃北朝鲜 10月8日 周恩来飞抵莫斯科 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的决定 并与他商谈苏联军事援助 和出动空军配合作战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下令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 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时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还没有任何结果 出兵朝鲜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 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 我们也要出兵援朝 19日晚 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鲁江 进入朝鲜 熊九九七昂昂跨过羊肉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尽 抗美援朝 大白美的野心 当代青少年 不少人都唱过这首 快制人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或许很多人以为志愿军 就是大白天昂首挺胸进入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平壤举行阅兵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接到从前线传来的遭遇强大抵抗 南朝鲜军队伤亡惨重的报告 直到天黑 迈克阿瑟还在想 是不是中国军队参战了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 事后沉重地说 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 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 于是战争开始了 11月1日傍晚 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 向朝中边境推进 中美两国军队现代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在云山开始了 西线志愿军第39军以八个步兵团的兵力 向云山之敌发起围歼战 据美军战事记载 中国军队的炮火十分猛烈 一检查弹道 发现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曾在斯大林格勒 让德军胆战心惊的 82毫米卡丘莎火箭炮 卡丘莎火箭炮 是朝鲜战场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击敌人的戾气 直到这时 美军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军队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云山之战中 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 白天隐蔽 夜晚攻击 使美军的优势火力 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美军被迫在坦克掩护下开始突围 突围路上 美军又遭遇志愿军截击 坦克大多被炸毁 经过两个夜晚的激战 美军除个别突围外 全部投降 前来增援的美军也被击退 11月5日 云山之战结束 这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 歼敌1.5万多人 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 赶到青川江以南 从而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使志愿军在朝鲜站住脚跟 为之后作战 创造了有力条件 云山之战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 以劣势装备沉重 打击美军的成功战力 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 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修整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 志愿军取得了同拥有 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的经验 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云山之战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作为典范战力 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 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 沉重打击了敌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